小臣八项臣道里面有侠母 大臣没有 大臣知道 福摩是一不是二 是心是福 是心做福 这是世尊在《观无量寿经》上讲的 这个对于在现代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许多不舍佛的人 对佛有误会的人 可以用这个给他解释 佛是什么 佛就是你的真心 母是什么 母是你的妄心 小臣八项臣道里面有侠母 大臣没有 大臣知道 佛摩是一不是二 觉悟了 母就成佛了 迷了 佛就成母了 就这么会死去 统统都是自己 换一句话是 迷了就是母 觉了就是佛 心没有 觉迷 那觉迷说 觉迷说忘心 真心没有觉迷 所以觉悟了 你还要有个觉悟的念头 你还没有觉悟啊 你还落在二三里头啊 二三就是不觉啊 迷跟觉是对立的 你怎么还搞念头啊 就 末后这一句话说得好 不可思议 这个事情 你不能去想 你一想就错了 一想就迷了 你不能说 你说也迷了 说不出来的 说不出来 释迦牟尼佛说了四十九年 所以说了四十九年 佛讲得很好 他是说而无说 无说而说 我们听这些话 越听越糊涂 他讲真话 他讲假话 我们听得很明白 那没有问题 他讲真话 越听越糊涂 我们要用心体会 所以佛才告诉我们 你要会听 会听 那马鸣菩萨在起心论里 教过我们 立 言说相 你听 不要执着他的言说 真不执着 不分别 那就对了 换一句话说 真能做到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这是什么人听啊 佛在听啊 有起心动念 没有分别执着 这是什么人在听啊 菩萨在听啊 有起心动念 还有分别 没执着 那是阿罗汉在听啊 如果起心动念 分别执着 通通俱俗 反复在听啊 都是在听 不一样啊 他所领会的境界不相同啊 马鸣菩萨在你看 起心论 你看看这个名 这不论的名词 起心 那就是入门嘛 大臣入门 就告诉你 你要真真 起心动念 实在讲 我们没有办法 他太威胁了 弥赖菩萨跟我讲 夜坛值里头 有三十二亿百千念 我们怎么能发现 我们怎么能 把这个念头断掉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所以 我们不是上上承认 但是我们可以学上承认 上承认 菩萨 菩萨有七心动念 确定没有分别执着 你能够听得 如来 真是一 有分别执着 你所听的 你说听懂了 是你自己的意思 不是佛说的 那再给你说清楚一点 不是你自信的 信的 而是你阿赖耶事里面的 见解 为什么 因为你有分别执着 你还是阿赖耶当家 阿赖耶 忘心 忘心里头的知见 不是真心 根知真心各一层 这就晓得 佛法修行 修什么 就两个字 放下了 放下就是 真的 能做到 不思议 什么也不想了 什么也不说了 人家问 你就回答 不问 什么也不知道 都一问 什么都知道 没有人问你 你的心 完全在定中 那叫做根本之 薄弱经上说 薄弱无之 没有缘的时候 薄弱无之 在大定之中 那就是大涅槃的境界 清净即灭 别人有感 你离开有印 印的时候是 无所不知 那是什么 那是根本之 其作用 无所不知 就像 就像经中 讲 石立佛的故事 石立佛 智慧 第一了 没有问题 难道他了 多少人 想 向 这个 这个 向石立佛 请教啊 对大如流啊 有人去问 释迦摩尼佛 说石立佛 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智慧 他智慧从哪里来的 佛举了骨 敲的骨 佛举了骨作比喻 他说你看 你看到这骨没有 看到了 骨里头有没有东西 没有 空空的 就是两张皮 敲它 大扣则大鸣 小扣则小鸣 不扣则不鸣 佛说 石立佛的 心里面的智慧 就像骨一样 你要不扣 什么都没有 你要扣它的时候 它立刻一个反应 那是什么 自信薄弱吗 不是从外头来的吗 外面没有啊 在外面学东西 那太苦了 外面境界这个语言 它敢 向我们读经 经本展开 文字面对经 它敢 我们要引 自信去引 那就剩智慧了 我们要用分别去引 要用职责去引 就是现在人家 研究 怎么去研究 研究来研究去 都是烦恼 都是错误的 知见的 不是真知真见 佛法讲 真知真见 不能研究 研究是私益 不能研究叫什么 所以佛学有一个名词 叫参究 不叫研究 参究跟研究差别 在研究里面有分别 有支柱 参究里头没有分别支柱 不一样在这个地方 参究是智慧 直接了当中 当中 决定没有 委屈的现象 这是我们学大臣 不能不知道的 阿尼 阿尼 佛 阿尼 佛 阿尼 阿尼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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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